哈喽大家好,我是农民营养师,聊养生 听我们村的一位老爷爷说呀 他虽然80岁了,但是腿脚都比较好 走路了,这个步伐稳健,跟我们年轻人差不多 他说他藏有一种草根来煮水泡脚 听说呢,这个山上就有这种植物 那他到底是植不植物呢? 我们今天能不能找到他呢? 我们现在就上山去找一找 看看今天的运气如何 来,朋友们 大家看看,今天的运气还真不错 这里发下了一株 而且大家看,它的这个茎很粗 估计它这个地下的根也不会小 这个植物叫什么呢? 它叫威宁仙 只是现在啊,它的这个叶子呢,大部分都枯萎了 威宁仙啊,它属于这个攀原性灌木 这个叶子呢,是对生的 对生 羽状腹叶 小燕软型 花百色,花期五到六月,长生于山地,草坡,贯虫或者是陵园 而它最有价值的呢,是它的这个根啊,它的根 呃,我们现在呢,挖起来看一下 大家看啊,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根须啊,长得很多啊,很粗壮 它的根啊,多数重生啊,细长 这个外皮呢,呃,黑褐色,它的根呢,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东西了 呃,我们把它,呃,摘一部分下来,啊,这个,呃,再留一部分上面呢,把它再埋回去,啊,再种回去 那么明年呢,它还会接这个,接这个根,啊,呃,千万啊,不要给个一次性给它挖完了 我们把它这个根啊,拿回家过后呢,呃,把它洗干净,啊,洗干净呢,呃,放在锅中 加入足够的水 大火烧开,啊,小火再煮了十分钟 就可以倒在盆中啊,呃,泡脚了 所以保护我们的脚啊,这个,有帮助 今天呢,是一种价值较高的养生植物,啊,遇到它啊,你可以要留意它哦 呃,你还知道为您先还有哪些养生作用 关注评论区,也可以呢,在评论区畅首预言 关注,评论,点赞,转发,收藏,长按点赞,由我相帮 与你应用,请尊当地的专业人士的指导应用 我是一名生活在农村的营养师 感谢你的收看,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记得点一下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